为响应教宗方正觉阴定今年10月为特殊全教阅 天主教澳门教区10月19日晚上 于天主之舞堂前壁的耶稣会纪念广场 即大三巴牌坊 举行全教节感恩微杀 有澳门教区首目利宾生主教主持 并有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副理主教Anton Yannick 及多位神父共济 当晚超过2000人参与 牌坊前的石级座无虚值 理主教于《广道》中提到 教会是一个使命 教会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就是全教 他指出当我们领洗入教后 就有被派遣的全教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要将耶稣基督 幸福的音讯带给四周围的人 而这个使命也超越了圣堂 因此教友要走出去传扬福音 主教强调 全教的目的并非逼人领洗 而是要透过爱带领他人遇见基督 学习基督的教导 活出新的生命 并带给人新生命的意义 他认为传扬福音不单止为医治病人的病症 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发掘生命中困难的根源 最后主教引用教宗方的传教哲文告中 你就是使命的信息 并邀请教友互相鼓励并紧记福传的使命 现在我邀请你 传教节筹备小组主席 袁伟明神父知謝慈时表示 传教节活动筹备已超过一年 并已经在10月6日 在塔石广场举行传教节嘉年华 吸引了不少教内外的人士参与 他认为在耶稣会纪念广场举行大型感恩祭 以澳门教区传教历史作为背景 大山巴牌坊作为标志 是写我们有承先啟后的传教使命 他鼓励教友要以德服众 以爱感人 去见证天主的慈爱 澳门教区过往曾于大山巴牌坊举行感恩祭 上一次是在15年前 2004年11月28日将临旗首主日 为隆重庆祝圣体年